正当各界揣测,雪兰娥周五大臣阿米鲁丁,今早觐见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,是否会同步举行大选时。 雪州苏丹预令,雪州一切行政事务照旧,不随中央同步举行大选。 阿米鲁丁今日下午发文告指出,在今天早上觐见了雪州苏丹后,殿下预令雪兰娥政权将继续维持,以便可以专注于保障雪州人民的福祉。 因此,这也意味着雪兰娥周议会不会解散,以举行州选举。 循迹殿下有何劝愈时?阿米鲁丁说,殿下没有就选举提出任何建议,反之敦促州政府优先处理好更重要的事项,其中就是水灾,尤其是今早海潮袭来时,丹荣加弄一带,也因海滴破裂而出现淹水。 大马监狱局总监拿督诺丁指出,除非前首相纳吉获得释放,否则,正在监狱里服刑的他,不可以为大选协助造势。 诺丁指出,自从那申请集出席国会被拒绝后,他再也没有提出其他申请。 针对如果有人要求特别批准,让纳吉在大选中协助造势。 诺丁说,纳吉必须先被获释,规则和条件保持不变,只要他在服刑,他就受到监狱法规的约束。 他今日在监狱局总部,出席2022年,罪犯强制出席,修正法令落实仪式后,向记者这么说。 诺丁重申,纳吉和其他囚犯一样,没有受到任何特殊待遇。 同时,必须遵守监狱局标准作业程序监狱法令和条例。 我们对这里的育友疑视同仁,在监狱里也没有任何偏见。 纳吉的首席律师沙菲仪在一马公司案件审讯已拖延一段时日,导致高庭法官拿督柯林现场大怒,不会再允许任何一名证人保留盘问期。 纳吉的代表律师旺阿兹祖丁,告诉柯林,由于沙菲仪在司法专员拿督阿兹哈面前,有另一宗案件,故无法出席,而要求保留盘问第40名控方证人。 不过,高级副检察司拿督斯里哥巴斯里南反对这项要求。 法官阁下,若继续保留盘问期,控方无法传招新证人,因为还有三名证人未完成共证。 我们的证人已经是大牌长龙,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有所调整。 我又还在审讯中的案件,我已要求法官控出审讯,我们也在调整。 柯林指出,如果沙菲一日后无法盘问证人,则需由旺阿兹祖丁代劳。 你们得适可而止,分期付款审讯,一次又一次地保留证人,我已尽可能地迁就。 从现在开始,如果丹斯里沙菲已无法盘问,你望阿兹祖丁就必须代劳。 你们沙菲已与伙伴律师楼有一个大团队,而你望阿兹祖丁绝对是能够应付自如,因为你熟悉本案的事实。 从现在开始,审讯就是这样跑,如果丹斯里沙菲一日后没空档,以及无人盘问证人,我会当作完成盘问,并接着进入再盘结程序。 望阿兹祖丁说,他将告知沙菲一,以及会按指示刑事。 诚信党卡丽沙菲认为,国家元首昨天应首相伊斯麦莎比里的要求,同意解散国会。 此举证明,巫统主席阿末扎西才是我国掌权者,而不是伊斯麦莎比里。 卡丽沙菲在今天上午的一份声明中说,伊斯麦莎比里从一开始就希望将第15届大选推迟到明年。 但最终还是失败了,因为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巫统和国阵主席阿末扎西手中。 因此,大选的日期必须根据巫统和阿末扎西的自身利益来确定。 本届国会的解散,暴露了伊斯麦莎比里的真实地位。 他是一个傀儡首相,必须按照阿末扎西的命令和决定来行动和发言。 基于此,卡丽沙莫推测,当大选的竞选活动开跑后,即使伊斯麦莎比里可能会是海报主角、poster boy或首相候选人,但事后伊斯麦莎比里也不会是掌权的那个。 阿末扎西仍然是操控者,他将确保为自己和前首相拿都斯里纳吉打开,重新掌权的康庄大道。 届时,我国就会再重蹈覆辙。 前首相兼祖国行动阵线主席马哈迪推测,一旦国阵在第15届全国大选获胜,首个任务就是寻求国家元首,特赦前首相纳吉。 97岁高龄的马哈迪今日召开记者会时说,他将再战弗罗交仪国会选区。 马哈迪指出,基于祖国行动阵线未获得社团注册局的批准,因此该阵线决定以斗士党名义上阵,并使用斗士党的标志与旗帜上阵。 他也披露,虽然他本届将再次出战弗罗交仪国席,但他并非该阵线的首相人选,而是作为人民意识代表而已。 我们还没有决定谁将担任首相,因为首相人选,只有我们胜选才有意义,若我们输了,就没有意义了。 马哈迪指引,乌统选择在水灾季节举行大选,是因为看准投票率会拉低,急而抬高国阵和乌统的胜算。 他们觉得反对党现在很弱,没组织和没注册,如果等太久,他们的胜算会减低。 乌统掌控了政府机关,若水灾来袭他们,可以动员接送支持者投票。 这是一种肮脏手段,但这是典型的乌统,但他们示弱时,就会动用手上拥有的权利。 马哈迪直言,若国阵获胜,对乌统而言,重要的是纳吉被释放,阿末扎西的法庭案件撤销。 还有其他与一马发展公司有关的法庭案,也一并撤销。 此外,马哈迪也不排除与土团党和西蒙合作的可能性。 他直言,祖国行动联盟会考虑与拥有相同目标的政党合作,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对抗巫统。 他说,该联盟会考虑与土著团结党合作,但目前两党并未就此展开讨论。 我们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与土团党合作。 循迹即使土团党曾是叛徒,该联盟是否也会与之合作。 马哈迪指引,这就要看谁才是最大的叛徒。 至于是否会与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·安华合作。 他表示,你应该问他,他要跟我合作吗? 问题在于,他不愿与我合作。 我是个很友善的人。